身上集中的代表了 蛮多老武汉的身上的一些 价值观 一些这个优点和缺点 比如说啊 大大咧咧 这个降维口 不走走 不落脸 不喜欢脱里带水 但是缺点呢 就是突然又以不分老武汉 会有能让你个思考啊 总是会以那个诚实啊 又以这个只好感 就总感觉了 除了武汉以外 其他的地方都是乡里 老外跟你们说的 打红老师也不是武汉取生的 维华老师也不是武汉取生的 看着他们 最终这个连带不一样了 思想要转变过来 好不好 谢谢 张少年终极选择 开始 终极选择过后 舞台上还有一朵桃花 为您盛开 刘灯的是八号女嘉宾 何桂花 五十二岁 自由职业 年收入四万左右 没有住房离异 一个女儿归自己 喜欢唱歌 公布一下 老张的桃花一中人 他就是 八号 最后我问一边 你要编刮吗 不编刮 不编刮 新生进食物 还编刮 你是我的幸福 是我一生的幸福 你说你嫁给我 你能够嫁给幸福 却不出了幸福 在心的深处 小小的幸福 战场倒树 由于男女嘉宾的成功牵手 他们俩都获得了